近日,有网友在默默平台上爆料称,6月1日凌晨,阿里巴巴旗下天猫国际的一名员工因加班过度而突然死亡,该消息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和讨论,有多位认证为阿里巴巴员工的用户证实了此事的真实性,据悉,死者是天猫国际食品行业618大促总PM,今年37岁有一个即将上小学的孩子,默默平台疑似死者的家属发声,称死者体检报告正常,但长期加班, 平时主管会在半夜前后打钉钉电话要求工作,此次618大促期间,连续多天首夜到凌晨1、2点,家属表示,死者在6月2日凌晨2点46分突发心脏骤停,因过度劳累导致猝死,但次日主管仍要求9点到岗开会工作,一位疑似为死者好友的网友,在朋友圈写了一首诗来纪念他,市中提到了死者的爱好和性格特点,如喜欢品茶、打王者荣耀等, 市中还说,身边少了这么一位拿着大啤酒杯,泡着很多很多茶叶,笑咪咪的身影,很难受,天堂多了这位一位热爱生命和一切的胡仔 还有另一位认证为阿里巴巴集团员工的默默用户表示,自己跟同事进行了沟通,基本证实了该事件的爆料,不过他表示,死者6月1日晚上7点多便已经下班,之后跟几名同事聚餐至晚9点半,期间饮酒不到一瓶,死者到家后并未加班,而是直接睡觉, 在2日凌晨2点多时,被家属发现呼吸出现异常,送医抢救无效于早上去世 截至目前,阿里巴巴方面对此事尚未做出正式回应,阿里巴巴是中国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,每年的618和双11都是其最重要的促销活动 为了应对这些大促,阿里巴巴的员工往往需要加班加点,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,此次天猫国际员工加班猝死事件,再次引发了社会对于电商行业加班文化的质疑和反思 一些网友认为,加班是电商行业的通病,是企业为了追求利润而牺牲员工福利和权益的结果 他们呼吁企业要尊重员工的生命,保障员工的休息时间,不要过度压榨员工的劳动力 一些网友也建议员工要注意自我保护,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,不要为了钱而忽视健康 电商行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,也是创新和创业的热土 然而,在追求高速发展的同时,也不能忽视人的价值和尊严 电商企业应该建立科学合理的工作制度和考核机制,平衡好业绩和员工满意度,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工作环境